教育局今天在议会进行工作报告 多位议员也纷纷提出看法 认为学生的课纲需要统一 也要求教育局要加强12年国教的政策宣导 因为气候异常 再加上最近下雨 炉竹阳酬的油桐花大多被打落 但相思树的黄花接着盛开 一样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可观赏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5月4号的桃园有限新闻 教育局今天在议会进行工作报告 局长高安邦也针对目前桃园市推动 12年国教执行的状况 一一来做说明 多位议员也纷纷提出了看法 认为学生的课纲需要统一 要求教育局要加强12年国教的政策宣导 来提升学生和家长对12年国教的了解 教育局长高安邦针对12年国教 现阶段重要工作执行情形进行报告 表示现在桃园市 一免特招考试与二免录取率和报道率都高于全国平均 现现实行辅导的成效良好 但是多数议员在医师堂上表示 虽然有进行试信辅导 但是学生要学的还是非常繁杂 这样可以将课纲统一化 让学生减轻负担 课纲统一的部分 课纲是教育部的审核是它的权责 那么大考中心会按照教育部的决定 来参与将来大考的命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由教育部 还有我们也会看六都 大家的做法怎么样来做决定 除了课纲统一的问题 还有议员提出12年国教的宣导不完善 让很多家长学生还是一头污水 要求教育局要加强宣导部分 有很多同学还是不了解12年国教的措施的话 那我们要求各校要加强的宣导 务必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彻底的了解 教局表示从100年度开始进行12年国教宣导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针对国中亲师生 办理400场次以上的宣导活动 另外为了促进家长对12年国教的政策理念 与内涵的了解 在103年底也完成了分区7场池的宣导 国中66场9年级家长宣导会 未来宣导会会持续办理 让家长学生可以更加了解12年国教 陶新闻懂得哪采访吗的 除了12年国教的政策宣导之外 运动习惯的养成也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 在意识堂上头大溪区的三位议员 对于大溪国小的宇球馆改建多功能运动中心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认为要尽快完成 有的认为要审慎的评估 唯一相同的是要不让大溪国小的学童受教权益受到影响 大溪国小旁的宇球馆是民国65年新建的 目前内部设施老旧 市议员杨朝伟希望市府可以规划经费 将这里变成多元运动的场域 而李博方只是认为在规划前市府一定要做好评估 让建屋成为大溪的地标 而市议员陈志文只是反对新建多功能运动中心 认为这样会剥夺学生的使用权益 是希望说能够解决我们大溪老城塞车的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啊大溪一到假日就塞车 那我们现在多了一个什么木器生态博物馆 根本就没有容量能够容纳我们所有的游客 那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所谓的多功能的体力中心的时候 学生可以使用假日民众来收费 第三个方便游客来停车 达到双银三银四银啊 所在的点呢是我们大溪沐浴生态博物馆的一个位置 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建筑的建构一定要跟整个环境能够吻合 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将来百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种建筑呢 它又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大溪的地标 那我是觉得这一点 群其长无论如何在整个跟建筑室在讨论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样的概念带进去 我希望桃圆市政府要好好的来评估这个案子的可行性 这个用地呢是学校用地 这本来当时的建设就是依据我们学生量身定做的 那殊不知你们现在要把这块用地要取回 然后把它改为国民运动中心 你也知道孩子们他本身的一个运动设施 运动场地 一些相关设备的规定 跟大人们本身就有落差 针对大西国小羽球馆改建议员质疑的部分 交易局副局长林薇智则是回应 一切规划都会以学生为主 为让学生的学习权益受到影响 它是以学生活动为主 所以它并不是以国民运动中心那种委外营运 限制学生使用 相反的是让学生使用 并且提高预算编列的标准 或者游泳池或其他的空间跟项目的规划里面 都一定是在以学生为主 然后兼具民众需要的这种前提底下来规划 大西国小羽球馆属于学校所有 先进羽球馆整体老旧 师傅有意将其规划为多功能运动中心 在平常可以提供学生使用 假日开放给民众运动 还可以设立停车场 解决假日停车的问题 但是要如何完善规划 不影响学生的权益 这的确需要好好的计划评估 好 新闻董则那采访报道 报税季节来临 其中房屋税在今年地方自治条例修改之后 第四户以上租用房屋税调整到1.5 营业以及诊所使用调整到3% 地方税务局也提醒纳税人 6月1号是缴款期限 税单资料有错误的时候 之后可以向税务局来提出更正 房屋税开征 家里有4户以上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今年地方自治条例修改 通过第四户以上税率增加到2.4% 因为在今年7月之后才开始试用 不溯及以往 但因应房屋税调整期间 第四户以上租用房屋税先行调整到1.5% 一月诊所调整到3% 会超过三户的都可以列为自住 那么自住税率是维持1.2% 那么非自住呢 就是排除前面自住的住家的税率 我们变成1.5% 另外在我们今年的公益团体 还有非住非营的 我们改为虚拟是2% 今年调整为3% 今年税率不同的地方 那么影响的户数呢 大致是7万多户 所以让我们开证比例不大百分之10% 另外在今年地方税务局 为了方便民众缴款 新增的税单QR Code扫描 可以直接连接报税页面 税单背面通讯服务 也增加了申请自住房屋便民服务 符合自住房屋条件的民众 可以勾选以后寄回地方税务局申请 那么各位可以在使用QR Code呢 来直接进入我们的缴款的平台 直接做信用卡的一个缴税 那么我们在缴税的方式 和过去是一样的 透过工夫 透过便利商店 还有就是转站 另外为了应付报税季节的业务量 在房屋税缴纳期间 一直到6月1号 地方税务局实施中午不打烊 并且延长服务到晚上6点 方便民众办理相关事宜 好 我先请问言号宣场报道 为了提倡节能环保 桃园市政府积极的发展 太阳光电再生能源 市长郑文灿也在记者会上宣布 全面推动桃园市工友 以及私有建筑物设置 太阳光电屋顶 预计第一年将在132所学校 来设置阳光屋顶 预计可以达到1000万度的发电量 环保局与教育局 从今年1月就开始执行 太阳光电屋顶计划 召集全市中小学校举办说明会 预计104年度 现在132所学校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 预计第一年发电量就可以达到1058万度 减碳量相当于22座大岸森林公园的照理面积 公有的建筑物优先 那上任三个多月已经有100多个学校已经装置完成 那我们决定要全面推广 那将来回馈比例大概会有18% 比中南部的10%还要来的高 那我们也决定把这个租金的收益 70%留给学校 让他们更愿意推动这个太阳光电 环保局表示未来会将桃园市所有建筑物 分成既有建筑物以及新建建筑物来推动 全市347个既有机关学校 公用建筑物的闲置屋顶 都会采用标注屋顶模式 提供投资厂商设置发电设备 逐期最长20年 厂商发电后可以售电给台电公司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补助 这个私立的建筑物 能够有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屋顶 那希望说我们屋顶 这个少一点维建 多一点绿能 能够也能够同时设置了以后 让这个室内温度降低2到3度 那不只是这个造成减碳的效果 那同时可以让绿色生活更落实 环保局强调屋顶桩太阳能板 除了发电最重要的是对环境的贡献 以及带动光电以及周边产业发展 未来20年全桃源累计可有11亿度的发电量 减碳量高达58万公吨 相当于226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照理面积 达到空间活化 节能减碳以及绿色经济三大效益 桃新闻 林慧如董事长 采访报道 拥有悠久历史的三级古迹庙宇 南侃武不公 今年再度举办了大典活动 庆祝五财神的圣诞 活动一共举办两天 除了周日的起安绕镜 和武财神圣诞晚会之外 另外在周一也会邀请各里的居民 前来抬神教做祝寿法会 在南侃武福宫庙 庆祝五财神圣诞大典上 乌龟形状的贡品象征着长寿 同时桌上也摆放着许多民众祝贺神明的贡品 一同庆祝五财神的诞辰 农历三月十六号 是五财神 玄兰人帅的圣诞千秋 也是我们武功的主神 我们巡礼 那么都在农历的商业十五号 那在信仰霞区 卢族大园龟山 那么都有绕境的活动 我们一早就举行 那个 祁安法会 同时那么也有 这个解种 把这个解掉解种 解掉你一些困难 祁安的祝寿法会随即开始 许多来自各地的礼民们 四人为义主 共同参与抬神教的活动 而想要在圣诞大典上 向五财神祈求解厄 和财运的信徒们 庙方主委陈宗贤表示 平时为善 心存道义 神明自有照顾 我们神明啊 不去 不一定说 你带着比较丰富 那么我就四才给你多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五财神 赵光敏元帅 他是最讲的是 公义 正义 不会 不是说 不是像一些其他的 那个 那个 生意庙 圣诞大典活动上 虽然飘着细雨 但是仍然不检离 你们的热情 许多民众及信徒们 也在一旁驻足观赏活动 共同替五财神庆祝诞成 桃园线新闻 黄晟祥 采访报道 稍待片刻 再回到桃园 野线新闻 小王啊 你也学学居 直来直往 有话快讲吧 好啦 爷爷 新的健康食品 要不要参考一下 如果买了后悔 怎么办呢 放心 访问买卖 又不像过河竹子 不能回头 买了七天内 都可以退 就算拆封 也没问题哦 哦 嗯 爷爷 好不好嘛 嘿 讲群 仔细考虑就对了 访问买卖 要注意 银法族聪明购 你还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 录戏 有一场你 骑摩托车的戏吗 不记得 那个时候呢 我跟导演 在说下一场戏 我眼睛余光 就发现旁边 有个小孩 非常专心地在听 我在旁边一看 耶 我说的你都做到了 就发现 你如此可教也 啊 是吗 发生在当下的事情 有的人记得 有的人不记得 对我们而言 那是回忆 但是说出来 那就是故事 欢迎大家 一起来说故事 欢迎回到 桃园有线新闻 位于桂山区 桂山后街的 曹廷坡洋楼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长久荒废 有如废墟一般 为了要活化这一块空间 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之下 洋楼整理出了 三分之一的空间 作为艺文展演 展出洋楼 以及桂山后街的历史兴衰 让民众借由老照片 见骨至今 这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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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月还是一栋废墟 如今经过地方人士的诊件 已经焕然一新 老洋楼其中一个角落 已经被诊修成为艺文空间 并且展出洋楼主人的历史照片 以及附近桂山后街 一带老照片 要让参观民众 一起来关心了解桂山 以及建物的历史 前两天也是 一个98岁的阿公来 他一来就 他很清楚知道 他以前民国 十几年那个时候 教他的 Nagakawa校长 还有日本的老师 他都记得 然后他也都记得 我们老照片所有的景物 然后跟我们讲很多老故事 我就觉得办这个展 最大的欣慰 就是看到很多 龟山乡人 能够重新聆聚在一起 然后让龟山的老故事 能够继续流传 这块英文空间 不只是有展场的功能 目前还有进驻 手工面包摊位 以及咖啡吧 让民众可以在看展之余 在这里品尝下午茶 里面感受历史建物的故事 其中面包摊位老板 是六位生长儿的妈妈 也是因人机会 来到这里设摊 陈先生当下 看到一则报纸 就赶快打电话来 让我来这边参观一下 说你面包来这边卖看看 可不可以 也可以打响知名度 我说好啊 就来看看 一看就喜欢 他里面的回忆 一些老人家的回忆 让我也蛮喜欢 所以当下就答应 来这边摆摊 第一天开幕那天 摆摊真的不错 人满 那天生意也是特别好 贵人领协会会长 陈清风表示 这里长期缺乏整修 面部部分楼梯屋顶 已经面临倒塌危机 极度需要修缮 希望文化局能多给一些协助 让这块空间能够永续经营 把建物及附近旧街道的历史 传承出去 好 我先请问 一号宣草报道 位在卢主阳酬步道的油铜花 因为近年来天气异常 再加上前几天的大雨 将油铜花吹散了许多 仅剩下少数的脊柱 可以供欣赏 因此民众若想要看 白花纷飞的美景 恐怕要等到明年了 但是在博宫坑林道上 可以接着看到相思树的黄花 和当地可贵的自然生态景观 位在北桃源卢族区 阳酬里的柏宫坑林道 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景点 里面有许多油铜花树 是北部民众常来这里踏青赏花 享受自然森林浴的好去处 但是想再看到白雪 纷飞模样的景象 民众恐怕得等到明年了 现在所在的位置 位于这个卢族跟龟山的一个交接处 叫做柏宫林 这个柏宫坑的步道 这边上个礼拜 这个铜花开得很茂盛 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 以及季节的变化 所以现在铜花已经 这个渐渐尾声了 希望下次这个相亲 可以明年再来参与 刚走进柏宫坑林道 幽静的小路上 遍地黄花散步 相思树的黄花 取代了原本的白花 另外在一路上 有蜻蜓驻足在树枝叶上 在地上的一旁 也能看到许多小青蛙 拼命地跳着 主要是以羊绸森林步道为主 它全长是3.4K 沿路上这个适合青植大小 来这边游玩 沿路上你会看到 这个有机会的话 你会看到台湾南雀还有松鼠 还有这个虎头斑蝶等的一些动植物 是非常这个很棒的一个休闲活动 也跟相亲报告一下 这个在6月底至于7月初 我们这边有一个甲虫生态园区 有这个瓢形虫 还有各式各样的甲虫类 更适合这个很难得 在北部有这个地方的景点 因为前几日下雨的关系 已经将牛头花打落 只剩下几株可以观赏 但是仍然有民众来这步道拍照 散在地面的黄花 是从香枝树落下的 白花与黄花交织在一块 就像它们在接力表演一般 象征着自然生态的循环交替 调研约新闻 黄盛祥采访报道 陆敏以及门牌号码的混乱 在升格前后一直受到热烈的讨论 但这似乎也是桃园室内 无法解决的问题 早在18年前 地方就不断有这样的状况来传出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同来了解 老一辈的中立人大部分都听过白马庄 而到过白马庄找朋友的人 却是经常被这里的门牌号码所困扰 最明显的是白马庄一号的隔壁 竟然是29号 而对门则变成了70号 这中间的号码到哪去了呢 可能跑到隔两条街远的地方 也可能不见了 甚至脸珠在光明里多年的住户 也不见得找得到 更别说送信的邮差或是外地人了 我们这个白马庄这边的 这个门牌的边会那么乱 我想是因为早期 这个白马庄就是一个小的村庄 那时候人住的户数比较少 那后来因为社会的繁荣 现在住屋比较多 那后来有新盖的房子呢 那个护证单位编门牌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到 以至于造成现在编的这个门牌 相当的混乱 像一号的隔壁是29号 有的这个像二号三号 对面是王子二阶 也有王子阶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 这个护证单位能够尽快 把这个门牌重新来整边 让这个送信的送瓦斯的 或是有外地的朋友 要来找我们光明里白马庄 都很好找 也不会发生车祸的问题 住在这里的军民表示 多年以前 白马庄的门牌号码 是依照住户签建的 先后顺序排列的 因此 在最近的里民大会中 通过提议 请护证单位 重新编列门牌号码 但是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 唯恐亲朋好友 到时会找不到他们 其实里长有一个因应措施 那就是新旧门牌 共用一阵子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困扰 请住户大可放心 桃园市妇女馆 即将重新开幕 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给妇女陪力 以及公民参与 此外还有平价的运动场馆 供市民朋友来使用 5月8号到5月10号 是营运期间 特别开放市民免费使用 更多的生活讯息 请扫定今天的名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和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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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